朋友们3.2马上就来了 相信大家最近有很多的问题 在纠结到底应该抽谁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来一起3.2卡池的抽取建议 现在的卡池呢基本上已经确定了 上半场小草神跟萧公 下半场公子跟八重 我们先说上半场 小草神呢它是新角色 萧公呢是属于复刻角色 他们本身的定位也不一样 小草神的定位主要是一个辅助 猪华说的好啊 铁打的辅助流水的C 更别说他还是个神了 肯定强度是在线的 当然我们知道小草神主要的话 还是会草系配对的这样的一个反应嘛 所以说比较适合手头有赛诺或者是尼路的话 是比较建议大家去抽取一下的 如果说你没有赛诺也没有尼路 抽草神可不可以呢 也是可以的 塞到其他的体系里边 累系反应队啊 水系反应队啊 那如果说你这些都没有 那也是可以抽取一下的 毕竟小草神那么的可爱 难道你就不想把它从镜山宫里面救出来吗 而且后续须米的队伍里边 相信小草神他肯定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如果说想搭一个以草系为核心的体系的话 肯定是要抽取一个小草神的 说完小草神 我们再来说一下 肖宫 肖宫 肖宫我们不是刚见面吗 肖宫又来了啊 果然米哈游的策划是自有的 之前其实也有过一期专门讲肖宫的 肖宫呢 其实是一个对单特化性角色 操作非常的简单 猜到E之后你就 AAAA就行了 肖宫的优点就在于 对单对空能力 再加上他的大世界体验非常的好 也没有说什么手法之类的啊 不需要 缺点的话就是在于应对深渊的话 伤害有点不足 大家也是可以酌情的去抽取一下 还有就是恰好你有中离 行秋 夜兰 那你这个时候抽一下肖宫 完全可以的 有很多人说肖宫太惨了 不过我觉得呢 肖宫还不算最惨的 下一期呢 我们来单独说一下油浪 接下来呢 我们来说一下下半 公子跟大宠 单看公子 公子的强度算不算T0 理性一点讨论 算 但是万达算不算T0呢 绝对算 他能以两个斤的低成本 来达到这种T0级别的伤害 毫无疑问是非常强的 那是不是和所有的人都去抽取一下公子呢 不是 要有前提条件 首先的话 最好有个万叶 如果说你没有万叶的话 抽公子 不是很舒服 相当于班尼特 应该都有 所以说我们就不说了 如果说万大国际里边 就缺一个公子了 还是可以抽取一下的 还有不建议什么样的人抽呢 手残档 尤其是双货胆的这种手法 还是需要一定操作的 而且我们知道啊 公子他开意之后还是近战嘛 如果说你的操作不是很好 肯定有可能开了意之后 被人打飞了 扩展 少走即适 怎能这样 不如灵人 开了意之后 简单暴露 所以说公子还是比较吃手法 那如果说你是一个纯真爱党的话 建议练习一下公子的手法 那问题来了 哪里可以练习呢 你可以去参考一下 我之前发的那期视频 学习一下公子的手法 首先公子跑到怪兵前 然后开意 开意一下 给怪物上水 那我们来说下一个 八重神子 山高狐狸野 八重四我几 八重神子这个角色呀 它的优点就在于 在大师界里边的体验 非常的好 就近五个绿影 显化 放三个技能 它自动跟踪 啪啪啪一个镜 然后你控制 在现在的这个草系绝的出来之后呢 也是把八重啊 抬了一手 那现在八重比较适合哪些玩家去抽呢 也就是说 你手头有提纳理 打击化反应 还是非常不错的 再加上你的操作比较一般的话 还是可以抽取一下八重的 总的来说 公子等于萧公大于八重 至于萧公跟公子 应该怎么抽呢 有钟离 有行秋 有叶兰 你就抽萧公 有万叶的话 你就可以去抽一下公子 那如果说你非常有条件的话呢 抢头药 不过我觉得抢头药的人 应该也不会去看我这期视频了 大致来说呢 就这样的一个排序 最后呢 就祝大家点赞关注 一发入魂 十年双簧 每个人呢 都能抽到自己想抽的角色